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张雨菲的甜蜜告白 迪丽热巴 我眼中的绝美女神 近日 游泳健将张雨菲在一次轻松愉快的访谈中 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的小秘密 她的女神正式当红女星迪丽热巴 这一番话 不仅让粉丝们倍感亲切 也再次将迪丽热巴的美貌与魅力推向了公众视野的前沿 张雨菲 作为泳池中的佼佼者 用汗水和努力书写着自己的辉煌篇章 然而 在赛场之外 她也有着和普通女孩一样的细腻情感与偶像崇拜 当被问及心中的女神时 张雨菲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迪丽热巴的喜爱 她实在太美了 无论是荧幕上的角色塑造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流露 都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迪丽热巴 这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女孩 以其独特的抑郁风情 精致的五官以及出众的气质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凤九到长歌行中的李长歌 她以精湛的演技和多变的形象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而张雨菲的这番话 无疑是对迪丽热巴美貌与实力双重肯定的又一例正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能够成为他人心中的女神 不仅仅是因为外表的光鲜亮丽 更在于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独特魅力与正能量 迪丽热巴正是这样一位即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性代表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在演绎道路上不断前行 同时也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张雨菲对迪丽热巴的赞美 不仅是对偶像的认可 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期许 或许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美的真谛不仅仅是外在的闪耀 更是内心的坚韧与不屈 这样的故事 无疑能够激励更多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勇往直前 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 总之 张雨菲称迪热巴为自己的女神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偶像表白 更是对美好品质与不懈追求的共同致敬 在这个充满可能的时代 让我们一同期待更多像张雨菲和迪丽热巴这样的优秀人物 用他们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 引领我们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